明明白白的已经跟检调连证署说明了 我们家的金流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家没有任何财产来源不明的金流 丹佩琪接受记者采访共营党的情报问题 严国旧坚布图 减联继续追查 因为刮文贴可能对道理罪并做收紧的罪 重点就是丹佩琪 减联现在调查刮文贵现金 查到第一个计划是这个变冬会期 仍然有刮文贴到申请经病后这两个时间点 但未来分六十几百 特别十万或是买到十万 起到ATM的价钱 都做是六百十九万九千块现金 驾立会自己仍然三个小孩靠着 丹佩琪说这实在是不合理 这个时间点也太巧合了吧 那陈佩琪在这个案子里面的角色 到底是无知只是配合柯文贼收钱存钱 还是他其实也知道柯文贼这些钱的来路是不明的 那他就是协助收费罪 那如果陈佩琪不知道 全部都是柯文贼给他 他就是涉嫌洗钱罪 但毕丹佩琪跟柯文贼英国都是公布官 薪水收集都是费罪 现在刷去减现金 他们去减着的怀疑和欲丹 头上他说这钱是柯文贼给他的银钢贼 但是有这么大的银钢贼 所以解释说是选举的减费 减联提出相关建筑 他说是小孩过年红包 所以说是他们老母银钢贼 在ATM汇到拿现金去存 汇到他子女的账户 其实这个就是洗钱了 然后又出现第二笔钱 叫1500万的金流 然后也有钱弄到木口 那另外请检调追查的是 好多笔你记不记得好多笔是99999 那些是不是 沈庆金金华城中华工程公司的员工 用自然人的检调追查的重点 到这一队到未来 感谢条线由ATM在三队车 这两位意义来了解 民視新闻台北部罪 台湾最好看的台北新闻 MOD请收看民視新闻台